最厲害的是你沒化妝 尾素顏的樣子 這是巴黎時裝周 設計師在用的一個保養品 貝朵納粉鑽瓶發光乳霜 有一些怕擦像我這種膚色 上面就很搬 也不會啊 很自然 我拿一個鏡子 像放上了一個濾鏡一樣 不同膚色都可以用 其實不上妝的時候 我自己自認我的保養已經算很好 然後呢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要是出去有男生約會的話 要跟我約會我會挑什麼 比如說我們現在錄完影 我要錄完影跟好約會 戴妝道 整套妝髮 戴妝道 弄好我才敢 可是我們上了年紀以後 我告訴你 有時候你真的照顧小孩 那天很累 那小孩 如果小孩子睡了之後 你想要跟朋友出去吃點宵夜 可是你氣色又不好怎麼辦 這時候我發覺 我告訴你有一次 我上一個美妝節目 一個很有名的老師 就給我介紹這一罐 我知道他 對很有名對不對 我首先被吸引的是因為 他說這是巴黎時裝舟 設計師在用的一個保養品 巴黎時裝舟 它這個網路上你查 我自己寫的 你只要打 粉鑽瓶發光乳霜 就查得到 超紅的 我剛才差一點點 你看我也是用一點點給大家看 差好多 所以這個就是偽裝就對了 這就是偽素顏 你可以輕拍 七拍的時候保養品 是比較好吸收的 而且我們其實熟女的肌膚有時候 拉扯不能太大力 細紋反而中 它不是死白 我覺得這瓶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的皮膚很白 所以擦起來你會覺得發 然後有一些怕擦 像我這種膚色上面都很白 也不會 很自然 我拿一個鏡頭 它只是像放上一個濾鏡一樣 不透膚色都可以 對 你知道嗎 其實它不是化妝品 這它不是粉底 我以為它是粉底液 它是一個乳霜 因為它的成分是90% 頂級保濕修護乳霜的一個成分 它是保養品90% 然後裡面有10% 是可以反射光線 OK 那你不用上妝 你就擦這個 對 擦這個就好 你兩邊有擦 你有沒有覺得 而且我告訴你 它就是很自然的 所以你擦上去的時候 就會感覺淡淡發亮 真的有擦 你看我這邊有上 是不是感覺人很亮 很發光的感覺 而且很崩 對 因為它裡面有10% 反射光線 校正膚色的 智慧光感微粉體 它不是 它是一個微粉體 但它不是粉或粉底 或是蜜粉 所以它是天然的 它就是你不需要去卸妝 所以其實根本就不用擦粉底了 它有保養的效果 它裡面其實有很多保濕 跟修護的成分 所以它就是一瓶 所有東西都搞定 它也可以撫平你的細紋 你有沒有覺得上上去的膚色 就感覺比較滋潤 而且它很妙 它不是那種油膩的 要再上壓一層面 蜜粉的那一種 對 它不是 好妙 它是一個很柔和的妝感 對 現在我們是不是每天出去 都要戴口罩 我跟你講 有時候化妝戴口罩 那口罩就讓你飛掉了 你看 我還打自己 沒關係 我來 我來 我來幫你 幫你 你不會流行的 完全沒有 真的 你看 完全沒有 我很神奇 我壓成這樣 我都要呼自己巴掌 好神奇 好 給你一個機會 你可以壓我了 你要不要壓我 你用力壓 它其實也沒有 不吸油 你看 你看一下 有沒有 真的 沒有油 沒有油 來 誇張 其實你沒有擦的地方 你看鼻頭 其實會更油的 好油 你好誇張 對 這樣就有差 這是沒有擦的 這是有擦的 有擦 像你常常去運動 應該很怕用到那種 就是一流汗或是一下雨啊 然後就直接裝花掉 我跟你講 之前出外景的時候 就麻煩啊 就一直補妝幹嘛 就麻煩 那你 你知不知道 它其實又很 沒有 我後來就沒這個困擾 因為外景停了 你說停了 對啊 它很輕膚房 所以你還會接新的外景解謎 你不要對我太殘忍 有沒有感覺 整個雨水灑在我的臉上 其實它臉都沒有掉耶 因為它不是那個粉底 有時候這樣一噴的時候 它油就掉了 會流下來 對 所以你看喔 一樣 它不會有我們那個 膚色粉底的那個東西 會有一塊一塊 完全沒有耶 天啊 這運動真的好適合 好適合我的球員用喔 好誇張 球員畢竟也要上鏡頭 它品質真的很好 而且它這個是MIT 高品質的乳霜 然後還榮獲了 國家最高品質 評鑑標章的一個很高的榮譽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喔 那其實我知道這個牌子 現在已經有名到很多仿冒品 要打關鍵字 粉鑽瓶 發光乳霜 到官網去買